SERRAND M 在我自己的试音室里, 最贵的一部 虽然是最贵的一部, 但是这个品牌最便宜的一部 虽然未必是我买得起, 或者是你买得起 但我也很想和大家分享这个经历的过程 就是这个, 法国 TRINNOV 的他们最便宜的 EDITIVE 16 和它的8声度后级EDITIVE 8M 今次讲这个, SERRAND 的前后级 大家好, 我是国仁, 欢迎来到 P 忽山.com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产品, 就是法国 TRINNOV 基于这个频道所行 我在第一个RAND 的测试 其实我用7.1 来听 用Posella 的喇叭 前三个是 P6 上一回合, 四个P5 天空声道是四个P5 加一只P5A, 有缘超低音 就是做了7.1.4 对不起 7.1 还未做的 这是第一回合, 先开机 现在去一去片, 因为开幕 幸好有落影音 有两位专业同事一起帮忙 做了开箱 我们马上去看看现场的环境如何 这个就是 TRINNOV 的 ADTITUDE 16 亦是 TRINNOV 入门的 Processor 就说是入门了 但在 TRINNOV 的名下 这件也不是等限 起标已经16 升到 这套机, 之前在另一个写手里 试完, 再装返回来 中间没有洗过浴 意思是没有装返回袋 一看就看到, 装返得非常整齐 证明上一手的写手是非常有胶带的 有这本书, 像雜誌一样 其实是User Manual User Manual 整本雜誌一样 电源线, 两条? 一条而已 一美一欧 保证 这个是RAD Mount 如果你要上RAD, 就靠它 有心机, 真的和你穿上衣服 不是就这样铺, 不用这张屁 这些 上等人 很轻而已, 很轻 适应, OK.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是ADETA 16 中侠我手上 Tentrinov 我已经听了很久 代理Showroom Show 里面, 都读过 但真未试过 拿起来自己的地方 所以 有点期待 再加上我用了这个Posella 已经用了, 想想一下 差不多用了十年Posella 更加知道, 也是估到会是什么音 但在自己的地方听得开心一点 前面就不说了 前面之后有很多时间讲 后面先看 后面怎样讲呢? 一部ABM 这样 基本上全部都是 HDMI IN 、 OUT RCA 数目同族 1234 有两组 RCA 数目同族 有两组 Tosin 光纤 接着有一个麦插的 当然要拼麦 Analog 的 Balance IN 16 频道的 Balance OUT 这边就不用说了 这边其实它们是用 CPU 而不是用 DSP 所以它们会用电脑底板来做 Operational System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是一些电脑的机背 接着就是漫长的搏机的工序 不要小看这个箱 这个箱子好像很小 其实镜头看起来很小 其实它是非常非常重的 箱上有没有写过多重? 没有 没有 但我们要两个壮男一起合力斗 才能够斗得起它 咦!有锅子,等等 10 元把也是钳 40 元把也是钳 其实差4倍价钱 哇! 好,先拍一下 非常重的 其实是一部后级 是一部数码8声度后级 虽然它是数码M 但它是有非常重的材料 所以声音和价格 都是相差的 我们先看看这部是什么 这个就是新机 我们知道重量了 60磅的一部机 60磅 先拍一下 好,拿走它 但是,你有没有20A的电源线? 有 有 20A电源线 20A是这样的 20A 扁嘴不是直嘴 这边没什么特别 先跳吧 Belden 好了,拆了出来 我们先看看它的真身 即是大家玩很多DSP 喇叭 用那份 叫Class-D M 但是它是用了Analog Power Supply 所以这份Digital M 已经是世界上最漂亮最漂亮的 其中一个Class-D M 之外,还要给Analog的电 给它超级的环柔 还有,尺寸只是 大概两个U 又不是很大 价钱也很合理 因为你自己订N-Core的模组 其实也有差不多 所以,值得留意 来这边 哇,製作不是有的 就是看这些位置 哇,这一只牛 高到厚切 Sewish 正常都很少用很多水塘 它都比较12000一辆 12000一辆 比较8辆 即是一个频道一辆 12000 用这些纸盖 OK啦,日本仔东西 8分 井井有条地放在这里 哇,太低了 前面没有东西,前面开关键 有两个指示器 Protect, Power 后面多了一点东西 其实也不是很多东西 最重要的是 IC电源插机不是13A 而是20A 为什么呢?因为它扯电劲 接着8个频道 每一组有Balance In 还有一个大型Binding Post 是Balance 预计了你有可能 万一用大型的扬声插机 就上下上下排 让你很闲闲一点点 接着还有一个 DB 25 8 频道插机 这个插机要做什么呢? 当然是调整Trinnov 自己的Processor 搭Trinnov 用的Processor 用也可以 搭其他的Processor 也可以 甚至乎 你看到它有8频道的Amp 理论上 你可以拿它来推两声道的扬声 Quartual Amp 还可以 当然现在很少扬声四路分音 那三路吧 四路,例如B&W Natalus 那些 也有四路 如果不是三路的话 DiAT-C 也有三路 它推刚刚好的东西 好,接下来 好了,接下来 连接下来 OPPO UDP 205 接下来有Fiber 光纤 HDMI 线 接下来有In Acoustic HDMI 线 也有7-8K 线 HDMI 线 等等 喇叭线是In Acoustic 接下来有电源线是BELD 接下来都弄好了 包裹好所有东西 接下来就CAL 设定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 Trinnov 最值得的 就是它们自己的DSP 运算 而Acoustic 运算 就比一个纯粹的EQ 距离音压 还可以计算你的Dimension 上位延迟 上位飘移 还有Delay 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运算 老实说 我不是太熟悉的 所以我也要靠米洛影音Edmond 帮忙去设计 现在我们看看设计的过程 首先这个就是安装精灵的模式 现在要设定Layout 但Edmos 就是下面了 这一堆了 它有很多Layout Edmos 的设定1.4 这里就是Edmos 的Layout 的时就选择一支咪 因为每支咪都有一个牵后 每支咪都是不同的 所以它有一个咪范图 然后就对正中间的位置 90度 我们要不要蹲下 其实是需要的 如果你开了冷气 这一层它就会动 现在你非常静 这一层它就会去到80TB 好 那基本上就逆时 以前那个Layout 那里就要逐个逐个加 逐个逐个减 这样 对啊 这次应该很快 这一层 好 阿博好了 接着就听声 前级不是新的 前级已经试过了 后级是新的 后级我给了多少时间去煮 我相信再煮多久一点 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 不过很老实 很快可以说声 因为其实我和我之前试过日系 或者我现在自己用的机器 比较 其实距离是很大的 首先就是 所有喇叭的协调性 是非常之好 你是在听一个声 我一直都强调一样东西 就是你玩Surround 其实你是听一个声 所以无论你是多少个喇叭 你尽量就是喇叭不要不同牌子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你听立体性的喇叭 左右喇叭 两个是一样的 你不会左右喇叭不同的 特意就一定要用Posella 就是因为Posella有不同喇叭 同一时间它有超低音 所以真的可以做到很痛 你听声 其实同一牌子的喇叭 同款已经是协调了得很好的 但是经过了Trinov的运算之后 现在你听到的喇叭 是完全是很难听到 有任何的不同或者不协调 而同一时间 你基本上是标准不到 开声的喇叭是哪一种 虽然我不是在用很多喇叭 在Tinov的几十点日 我其实也是在用第一回合是7.1 后一回合我用了两个后级 就是以前Zero Position的2401 搭起来 这样就做了7.1、1.4 但是无论是7.1.4也好 还是7.1也好 那个喇叭是完全隐形 那这个是第一件事 就是很明显 第二就是那个Dynamic 大到不得了 以往经过一些DSP 运算 或者一些EQ 运算 其实第一代的很多机 都会发觉它的动态会变差了 或者它的细致会流失 去到今代的日系AVM 其实这件事已经大幅改良 已经可以到达到动态它是保持到的 细节它是保持到的 但是 Tinov是增强得到的 它是很自然的 完全听不到任何人工化的情况之下 你会听到一个 你看到那支碟 从来都没试过有这么极端的动态 而这动态是非常自然的 同一时间它亦是一个极端的密度和细节的重现 而這件事也很自然 但我有理由相信 其實這碟做不了那麼厲害 是機器與你即時的運算之間 以能夠支援出來 所以效果真的非常棒 正得不得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AIM的控制力真的很厉害 因为Posillo喇叭 我现在用天龙也好 还是怎样也好 其实Posillo喇叭 是真的不难推 但是你要推得好 真的要推下去才行 你用天龙也足够推 但是用Editive 8AIM的后级一推 其实吞吐和收放是更加靈活 就更加有深度 你会听到它明明是P5的喇叭 但是你听出来的声音 就不是这么小的喇叭的声音 因为除了哼 即是他们那个叫做 Raveguard 不是叫做哼 他们叫Raveguard 的高音 除了那个是个细节 密度、百瓦利是个人之外 它的中音都链得很漂亮 所以整个声音是真的非常好 最后就是看电影就不用说了 即是什么的电影 新的旧的 新格式、旧格式的 它的Mix 做得相当之好 简直挺可乱真 但是听音乐软件 它都一样是好 因为以往来 即是你有时很难说 一些录音不是太Hi-Fi 的音乐软件 有时听出来可能都挺闷的 没什么效果 没什么听 但是在Trinoff 的重播之下 这些这样的录音普通的软件 都一样是非常之好听 当然你看到我这整条影片 其实都赚得很厉害 因为我听到那部机和现在这部机 其实跟价钱和级数上都不同 所以落差的反差是很大的 当然再上来32 当然会更加好 但是我个人觉得 就算是一个极致要求人 其实Edit 16 已经够听了 不过Edit 16 厂方说明 硬件上没有什么更新的空间 反而Edit 32 就可以一直这样打算更新的 Trinoff 已经是 High-end 的 brand 里面的技术 是相当先进 而出来的表现也是明列前茅 所以是一个非常之高水准的重播 当然价钱是有差不多的 价钱是有差不多的 在这个影片的说明栏我会有连续 看看价钱是多少 其实 High-end 的朋友 绝对不要错过这个品牌 好 今天跟大家讲解一下 法国Trinoff 的Edit 16 一个厂方一门的Processor 和他们的8声度后级Edit 8A 其实大家看到它的8份频道 就是只要有两部8A 就可以Fully Utilize 用尽Edit 16 的Edit 16 声度处理 即是一前两后就全部解锁了 今天就介绍到一前一后 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影片的朋友给点赞我 还未订阅我的频道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下频道旁边的小铃 有新影片出 你第一时间收通知 好 近这半年我试得多些Surround 的东西 稍后也会有另外两个牌子 一个是欧美牌子 另外还有一个日系的品牌 旗舰的品牌 都相当热闹 此时留意12月的Review OK 是这样 拜拜 admir务力 廣播 一中文字幕 因此 几千 未经之的